今天為什麼會跌這麼多 當然這台積電壓指數 台積電今天跌了13塊半 指數跌了一百十六點 幾乎都會跌的嘛 很明顯 第二個 既然是這樣 漲跌加速比有沒有回升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漲五 跌三 大概五比三 所以今天漲跌加速比有回升 所以還是有一些在漲的 不願意跌 好 那斷頭符合陸續有清理 我們剛剛看到了 一開盤 因為斷頭符合一定的開盤前 照規定就要卡 對 砍下去之後 陸陸續續被清理掉了 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今天農職 應該也會減不少 是 那今天因為曾經翻紅 所以日K線上面 是沒有跳空缺口 還有很重要 我們上次談到連規理率 多少才13%左右 對 今天跌達這個位置 連線的規理率已經到十七點二 上週詹總說超過百分 這個不規理十二 已經很誇張了 然後已經來到十三 然後現在更誇張 這應該是歷史第三大 大概最多的百分之二十 那現在已經跌到負十七點二 那很重要的另外一個關鍵點 這個表示已經真的超跌 中的超跌 然後呢 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除息股 你看起來 你說洪海今天貼息貼了一塊錢 還好啦 我告訴大家 今天你不管是友達 不管是洪准 不管是國聚 這些填息的概念股 今天其實都有部分 所填息 只有洪海跌了一塊錢 還可以接受 那今天提除了五塊二之後 他技術現行也是在首一 所以這個是日K線 也是在首也是在首首一百一百塊 這個位置剛剛好收一百 對 不多不少一百塊 你認為這個缺口有很大嗎 我認為沒有 真的 我告訴大家 這段行情全職類股裡面 氣息壓力最輕的 外資砍最少了 算是他 真的 可是他洞有點大 還好是不是 融資於而來這段幅度裡面 其實他融資的比例 大概只有一趴 一趴 一點一趴 三萬多張 相對抽碼是很乾淨 所以他在線 守淨值 又現行在首一百塊的情況之下 你說這個缺口有很大嗎 我倒是認為鴻海 如果這五塊錢的缺口 這個填息缺口都填不了 那大盤來搞什麼 我認為他很快會走填息 真的喔 好 來 我們回來繼續看 這些跟大家報告完之後 其實我們來看 往下看一下 我重點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八個診斷 好 八個診斷 還有三個預測 行情跌到這個地方 我當中醫師 我們現在都流行視訊問診 這個叫做望聞問切 如果我針對所說的內容 你認為你有認同 你就幫我按個讚 看我談這些事情 有沒有合道理 這跟關係到後次的發展 第一件事情 這行情跌到這裡 誰在落井下石 上禮拜我沒有特別談到 中多殺短多 內資自己在自殺 這個都已經證實了 你知道上個禮拜四禮拜 我在大跌的過程當中 營業員非常的忙 你知道你沒用什麼 全部通通被斷頭了 全部在清理 在準備那個伏額的問題 就是一些斷頭吹腳的問題 所以是誰在殺 現在融融資整體的維持力 維持力大盤的融資維持力 剩下一百三十五% 你知道一百三十 百分之什麼概念嗎 就是有夠危險的 上次跌到八五二三兩年多前 跌到八五二三的時候 融資維持力還一百四 那現在怎麼那麼低 這麼低的維持力 這已經是十幾年來首次見到了 而且很重要的是 從我過去這幾十年的經驗 概括算起來 只要融資維持力跌一百四到一百三十五左右 大概都是一個低股區 是 對 這跟乖離率是欲取同工 這是第一個 誰在弱頸駕駛 我們國內的內資在自殺 這是清理符合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第二個那誰在莫敦補跌 三高股 台積電 三高股 法人概念股 那些鎖滿的股票 還有本來GEO抗給的股票 這些股票全面在上個禮拜 四禮拜五全面大補跌 這種全面補跌 也通常這行情加速 感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 這是第二個 麻煩你也可以按個讚 第三個這麼說跌得這麼慘 環境有很惡劣嗎 其實從FED上次升息之後 你可以發現這段時間 責利率也稍微 公債責利率稍微停了 基本金屬大概為跌 連油價都少為跌了 美國股市裡面大概只有廢半破底 其他也沒有破底 對啊 我今天早上都要誤會 台灣是不是要沉默了 除了說這個所謂電價有調漲 十一個利控以外 其他其實外在環境沒有那麼惡劣 既然沒有那麼惡劣 國際股市 國際異空市有點鈍化 台股市在進行自發性的清洗抽馬動作 所以這個也是有利的 對 再來 你說皮球 如果是個跌下去 彈不起來 我們剛剛看到盤中的變化對不對 對 如果這個皮球丟下去彈不起來 就表示像橡皮檔就 今天你看每次跌下來彈起來 跌一下彈起來 急跌之後 下面很多人在接股票 對不對 表示低檔的買力已經在升溫 好再來 很嚴重的問題 大家都要了解了 今天台積電收到最低點 四百四十塊 台積電救不救 對啊 我每天都期待蔡小英 趕快來買台積電 台積電一定要救 我開個玩笑 說台積電不救 台灣也沒有救 你知道不管四大基金 所謂的基金法人 他們都大量連結的台積電 一倒一榮 一榮即榮 一損即損 全部都倒下去 就有股台效應 所以你說救不救 只能說 只能說不能說了 救不救 肯定要救的 是 好 那技術面如何定位呢 其實運行的模式 並不改變 我們上次說的 小偶波的末跌延伸 這個部分並沒有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 那邊這張圖 這裡一個小末跌延伸的部分 被擋住了 他是這樣一個型 他運行的模式是沒有改變 只是這個末跌段 幅度稍微拉長 所以延伸的這個走勢 並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也就是說 其實這是 這裡還是小末跌的走勢 對波動理論有興趣的 可以自行研究一下 好 這些問題談完之後 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你一定要摸摸自己良心 自己來想一下這些問題 市場陽情效應 你有沒有陷入在其中 至於你記得嗎 去年 去年此時 陽明價位多少錢 兩百多 兩百 二十三點五 同樣在七月份 我記得這七月七號 那個時候 因為交出上半年的EPS 十七塊多 市場大為驚豔 對 認為他EPS到四十幾塊 那太可怕了 可能有人就喊四百塊 對 結果最高點到二十三點五 去年此時過了一年之後 今年不要說上半年 儘管第一季就繳出 十七塊多的EPS 今年整體EPS 可能會到達六十塊錢 有這個機會 結果股價剩下七十幾塊 你還在殺 對 剩下三分之一 結果很多人還在追殺 這個不是陽群效應是什麼 還有很多人 指數衝到一萬八千點 開始看兩萬點 說不到兩萬點 不賣股票 結果這些人苦苦 熬了四千多點 熬到現在跌了四千四百多點 跌到四千四百多點之後 忍不住了 我告訴你 頂多再下去兩三百點 所以我這句話很感嘆 就是說你能夠忍四千 但是卻忍不住三百點 Why 就最後都要跌完了 你才砍在這裡 對啊 所以你可能買在機型 賣在新荒嘛 這個都是一些陽群效應 這個也有助於市場 這個特性的轉換 通常我的經驗 這也是一個底部的訊號 再來 跌升就是一種福利 所以你知道多頭市場錢 怎麼賺的 追來 對 想來 對 空頭市場 等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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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我通常有時候在教學的時候 用個非常簡單 就大學教授 可能都看不及這些數字 但是我告訴你 這是最簡單的算數 但是沒有幾個就想過 我們假設當股票 二十塊錢 跌到十塊錢 跌了多少錢 腰斬跌十塊 跌了五趴 五十趴 對 對不對 那如果你確認 有辦法確認 研究出來 這是一個低點 你要賺五十趴 需不需要彈回到二十塊 不用 彈到十五塊 他還在虧二十五趴 你已經賺了五十趴了 如果他能夠衝衝衝衝到二十塊 他解套了 你賺了一倍 對 對 這個表示 你研究這個低點切入的重量 timing是非常重要 那我覺得這個timing是逐漸在接近 既然上面所說的 這幾個特性 這八個診斷 如果你都按讚 認同的話 是 接下來我給大家三個很重要 我認為的預測 僅供給大家做參考 第一個預測 開高走低 或者開低走低的慣性 過去這段時間都這樣 這模式一定會逐漸改變 因為開盤試駕就砍掉 那段頭床 已經慢慢都被清洗掉 對 請注意 我不是鼓勵你做短線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做短線 你反而應該開盤 幾點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短線來買點 勇敢進場 如果你喜歡做短線 但是我就不建議做當中 我比較不建議 我認為這種慣性在符合 逐漸清洗的過程裡面 他會慢慢改變 開始會殺低 開始彈高 慢慢會變成 你看回 你會慢慢不回 我說的是未來是 所以我才叫預測 這是第一個 這種走勢的慣性 短線的走勢慣性會改變 第二個 這個禮拜或許就是今天 或許明天還有點低點 但是已經不多 我認為這個禮拜可以見到 這個循環低點的轉折 就在這個禮拜 很可能是今天 明天或許還有點低點 那就不多了 這是第二個大預測 第三個七月K 我如果說這句話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很誇張 七月K收紅K的機會很大 你知道嗎 七月K 這就是月K線 七月K如果要收紅K棒 你知道從現在要談幾點嗎 至少要六百點以上 你會說的 我說這樣很誇張 我告訴你 這個1519跌破之後 又多跌了一千點 這個技術性 破與不破 都要做技術性交代 是 那因為這根三個月月K線 跌了快兩千點 有點超跌的味道 所以本來因為八個月急速轉折 因為這一根跌得太長 因為這裡跌破掉 所以他會在七月份裡面 提早做轉折 所以我認為說遠一點 我剛剛說的短線 接下來是周K 接下來說月K線 我認為月K線 七月份 雖然現在離高點很遠 還有六百多點 我認為還是有收紅的機會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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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